大家好,歡迎大家回來俠子思辯,我是俠子 有很多人都問,我都做了三集放在YouTube 究竟你是從哪裡包出來的? 為什麼你會教我身心靈,又或者是講人生,你有什麼在做的? 想知道我的背景,其實我的背景,我相信一集說不完 就算我不是說以前,而是說我現在在做的事情 我會牽涉到做什麼呢? 大家可以看看我這個 這個是什麼呢? 這是一個NGH美國催眠師的證書 我本身是一個催眠師 我也是一個創業家 因為我自己現在創業的項目,我想有四五個 我可以說出來給大家聽,首先我有做海鮮網購 第二,我有做產品的網商 我有兩個做網商的經驗 然後我有不同的修學來源 然後我有做 copywriter 我會幫一些商家 我會幫一些中小企去 去讚寫他們的一些 posts 即是Facebook posts,IG posts的一些工作 另外我自己還會有開發營譜 一個實體店的發營譜 然後還有什麼要做呢? 其實我還會有一個叫workcity的讀書會 相信有一部分的觀眾都是從讀書會來的 每一個月之前,疫情前 每一個月就會舉行一次讀書會 一起去分享一本書 之後呢 其實我還有一個叫成功合子的網站 那個網站最主要就是其中一個服務就是 與別人的深層溝通 其實就是用我自己催眠師的職業去做的一個工作 因為現在時間太緊缺了 我都沒有辦法可以接到一些兩三個小時的催眠個案去做 變了我就會作一個深度的溝通 去跟大家聊天 了解一下大家,看看能不能在短時間內 讓大家釋放你心裡的情緒出來 除了這些之外,我還有做什麼呢? 其實我還會有幫別人寫網 去做SEO 然後還有一個職業 譬如說是做Sales 我自己Sales的職業其實也有一個很大的收入來源 我還會有寫財經專欄 還有有講財經專欄的頻道 我自己在去年,我忘記了去年還是前年 出了一本書 那本書叫做零成本經濟學 最主要是教別人怎樣零成本創業 我也有很多生意因為那本書 而得到開始的一些生意 包括海鮮生意都是從那本書演化出來的 即是說我是很多斜幹青年 有些人就會看不上眼的 你又做網店又做實體店 然後又說自己催眠師 然後又做YouTube Channel 那你行不行? 其實最重要是一件事 就是你的人生怎樣分配 簡單來說就是怎樣分配我們的時間 時間管理你做得好的 你做什麼都可以 你怎樣可以控制到你做一件事 你說半個小時裡面完成就半個小時裡面完成 這個也是很關鍵的 這個也是我自己覺得很好的地方 OK 那之前那些 譬如說網店生意怎樣做 又或者實體店生意怎樣做 有什麼兩者有什麼要注意的地方 開一間店 究竟要從哪裡 從什麼想法開始 這些一一都可以跟大家分享 例如說 喔 開始了一間店 那究竟怎樣做宣傳 甚至乎我做一個online marketing 一個好的文案 究竟怎樣寫 這些我現在是一些不同的收入來源的渠道 我一一都可以跟大家完完全全分享 那大家記得 按訂閱和按小鈴鐘 那我有什麼新片 有什麼新的思想帶給大家 那大家都可以即時收到 以及即時觀看 那我今集就講一個小故事 在開始 我們其餘的二份一人生之前 我們講一個小故事 因為我覺得這個故事 很可以跟大家分享 因為這個習慣 或者這個做法 這個思想的改變 可以直接改變到你現狀的人生 或者你一些不開心的事 有一個朋友 他在一間餐廳 處理一個水吧的位置 他有一天跟我說 不知道為什麼 我每次洗杯的時候 我都會覺得不開心 不知道為什麼 去到那個位置 每一次拿起杯去洗的時候 我都會有一個感覺 是很不開心 很不悅 又或者很壓抑的情緒出現了 而我做什麼都改變不了 總之就搞到我很不想去洗杯 所以我就做到每一次很忙 忙完之後 那個洗手盆都會有一大堆 整座山那麼大的杯 然後他就問我 有什麼方法可以解決呢 然後我就給了一個小小的方法 那我就跟他說 其實人一命二運三風水 大家經常聽一些很古老的語言 從小到大都聽的 那究竟什麼是風水呢 我會很簡單地說 如果我把手放在你的臉前面 我就這樣放在螢幕前面 你都會覺得不舒服 那這些就是風水不好 OK 那有什麼令到你風水好呢 那你當然 把你的房間整得很整齊 把你的廚房整得很整潔 把你所有的地方打掃乾淨 那其實你自自然會覺得舒服了 有生氣了 OK 那跟著呢 其實我們可以做多一件事的 我就教了一個方法 如果你覺得那個地方 令到你不舒服的 OK 那首先 當然我不會去跟他做深度催眠 去了解他 那個地方有什麼感覺給到你 你去到那裡有什麼想法 我沒有很詳細地跟他說 但我就叫他 有什麼人你想起來會很開心 有什麼人你見到 我都會很開心 那跟著他就跟我說 我女兒 我見到我女兒 無論在什麼情況之下 我都覺得很開心 OK 那跟著我就跟他說 不如這樣 你試一下在洗手盆上去貼 你女兒的照片上去 那跟著之後 你就可能會有一個很不同的情況產生了 然後過了一兩天 他真的貼了女兒的照片上去 還有一些很開心的照片 他一共貼了三張在上高 那跟著他給我的答案 真的完全不同了 拜拜 整個感覺 總之我現在一洗碗 一洗杯 洗碟的時候 我就會看著那張照片 那我其他的壓抑 不開心 或者什麼感覺 都消除了 沒有了 因為我的Focus 已經去到一個很開心的照片上高 因為那張照片 不只是一張照片 是他有他跟女兒的回憶在裡面 他看到他的女兒有多開心 那個情緒會產生了 已經是沒有其他的想法 可以進入到他洗杯碟的空間裡面 那麼簡單一個做法 那你也可以試一下 如果你去到某個地方 覺得不舒服 不適合 那麼你第一時間 你當然可以走 但是如果你說那個地方 是你工作的一個地方 或者你睡覺的一個地方 或者你經常都會在那裡做日常生活的地方 那麼你可以放一些 令到你覺得很標誌性 是開心的物品 在那裡 可以是一隻杯 可能是一些碟 那麼當然啦 這些杯碟是令到你有回憶 開心的回憶 又或者是一些你標誌性 有象徵性的東西 是的物品 那麼你都會覺得 嗯 是很舒服 整個環境會不同了 甚至乎你去到那個環境 你會覺得是危局的 那麼甚至乎有些人就會選擇 戴在身上 你將一些你覺得很舒服 你戴了很舒服的東西 放在身上 那麼有很多人都說 啊你會不會介紹水晶 你會不會介紹一些很有能力的產品 那麼現在我當然不會去介紹 因為我給大家的方法 是最簡單 最容易用 最容易做的一些做法 而是立刻可以改變到你的思想人生 是這個方法 萬事萬命 大家都可以試一下 那麼我今天呢 在說之後的二分一 人生之前 那麼我希望這個方法 可以立刻改善到大家的生活狀況 那麼如果大家試了之後 有什麼反應 你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吧 希望大家可以將這個片段 或者這個方法 分享給你認識的朋友 或者你遇到一個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都可以做得到 去改變你的情緒 即時的情緒 OK 那麼大家記得 按下小鈴鐺 訂閱 訂閱 分享 和 Like 和 Like 我這個影片 好 下集就正式開始 我們說回下一半的二分一人生 那麼我們下集見啦 拜拜